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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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實戰派技術分析 我是Tofi 我是志偉 老师最近有一個大新聞 昨天才出來的 要解封了 沒錯 太興奮了 哈哈哈哈 解封大家 我想大家 應該都悶很久了吧 真的 我才能講 那我們今天主題 就是要挑一個解封概念 而且重點是 超便宜 來看一下 我說一樣啊 我們上次不是選了 有什麼 就是玉境光 對不對 當然最近盤那邊跌了800點 說實話 很難救 不跌已經了不起 來我們再看一下 趁這個跌的時候 要挑選便宜的股票 而且要值得投資 來看一下 來今天 最新喔 10月13號解封 那解封你想到 哪一些股票可以投資 解封大家應該一開始會想要去旅遊吧 所以是不是跟觀光旅遊相關的 對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我看到後面 他裡面有提到 恢復正常生活 OK 旅行好像不一定是生活每天都會 其實每一年都會去 沒錯 可是不是天天會做的事 對 天天會做的一件事 就是解封前 你會看到公園裡到處都有人跑來跑去 喔運到 OK 對我們看到的是這個 對 很便宜啊 對不對 然後重點在哪裡 我說其實我們算很晚 你注意看 你看 美國總統拜登說了什麼 他說 新冠大流行已經結束了 他們是結束喔 他不是解封喔 OK 我這裡有一張圖給大家看 好 這個 這個照片 喔 一個美國直男明星 喔 站在場邊看 看他們比賽對不對 對 什麼時候拍的 注意看這個時間點 上面 3月14 3月14 有沒有人戴口罩 沒有 完全沒有 OK 他們早就已經正常了好嗎 我們已經等很久 我們是 我也不想要一直戴口罩 我是最後垂死的掙扎 是 不想那麼快 有風險嗎 好 來看一下 注意看喔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這些 運動品牌 運動品牌 你知道這些品牌 誰做的 我就講鞋子就好 完蛋了我不知道 Nike Nike做的 沒有啦 他們自己沒有 OK 他們都給代工廠 那代工廠是誰 就這一家 喔 保存工業 OK 他這邊已經講了喔 這 8月份 營收已經寫了兩個新高 我說什麼意思 表示說 他訂單回來了 對不對 大家都已經在外面開始跑了 對 所以就有訂單了 開始買別字了 來我們注意看 他8月營收大幅成長了 71.9% 什麼意思 跟去年同期比 完全不一樣 去年幾乎自銷 真的 因為你知道大家 就是關在家裡 不用一直穿鞋子 對 鞋子擺久了 會怎樣 會那個可能會氧化 就壞掉啦 你一定要重買的 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是一個 突然間開始大爆發 OK 要留意一下 然後注意看喔 他這邊 他到第二季 就是半年報好了 嗯 他半年賺了多少錢 你看 他第一季賺1.57 第二季賺1.72 那半年總共加起來是3.29 喔 我說哇 表示什麼 表示他真的有在賺錢 對 欸很不錯啊 然後再來看 你看喔 他的產區 我說 我們現在製造業最怕什麼 中國封城 對 OK 對 我們莫名其妙在這裡封城 我就不用做事了 對 所以說他其實早在三四年前 嗯 甚至於五年前 就已經開始在移 移出他的那些製造業的部分 他移到哪 先移到越南 後來移到印尼 現在印尼是最大 47% 嗯 越南37% 中國剩10% 所以就算中國封城 對他也沒什麼影響 影響不大 對 然後重點在這裡喔 我們現在要便宜嘛 對 老師你指的便宜 今天的大標便宜的意思是 股價便宜嗎 股價便宜 不一定會漲 OK 我們是講的便宜 是相對上便宜 相對 這邊就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公式 OK 什麼東西 本益比 每個人 只要你看新聞 你一定會聽到 對 本益比公式 我怕大家有的可能剛接觸不知道 我們要前行提要一下 來 本益比什麼 股價去除上 每年 全年的每股EPS 就是每股影響 一股賺多少錢的意思 好 那怎麼樣叫便宜 我先解釋一下 本益比是什麼意思 好 不然的話一堆還是搞不清楚 聽半天還是聽半天 對 什麼意思呢 它什麼意義 來 就是多久可以回本 這樣比較好理解 OK 我投資一家公司 我多久可以回本 就我本金還在 我已經賺一倍的意思 OK 好 假設我現在本益比是五好了 我們講五倍 就是說 表示我投資這家公司 這家企業 花五年可以回本 就是假設你開個飲料店 當然飲料店很快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可能不到一年就回本 對不對 可是不一樣 我們開投資那麼大一間 對不對 五年可以回本 所以你要想 你的本益比是越低越好 還是越高越好 越低越好 一定是越低越好 代表越快回本 對越快回本 那投資就我買的 一月會更高 態度上是這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 市場本益比怎麼看 來我舉個例子 耳熟能講台積電 好 可以吧 台積電的本益比多高 來這邊看喔 這邊是外資對台積電 2022年的營運評估 目前有個很大的因素是 台幣一直比 對 其實對這些廠商來講是好事 為什麼 他們收益會增加 台幣便宜啊 對對對 所以他們這邊 以最好的狀況呢 評估台積電今天會賺多少 32塊多 對不對 32塊多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算的話 台積電的本益比多少倍 來 台積電今天喔 現在是9月23 對 收盤是455塊 是 除上它最好的 預估的獲利 算出 今年 目前的本益比 13.9倍 哇 意思是說 你應該要 花差不多14年 差不多14年回本 對 對不對 你買台積電 我14年可以回本 可是說實話 這個是會變動的 可是我們要有概念 反正這個是一個比較值 對 越低就是越好 這沒什麼好廢話 OK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是保存 保存 9月10號 9月10號 跟大家介紹過 在我自己的節目裡 那我這邊再拿出來 9月10號那時候幾塊 30塊不到 可是我們剛剛看喔 你看喔 重點是 為什麼要把這個圖 拉出來呢 因為要看趨勢 我們之前學過了 對不對 低點越來越高 對 相對上應該算是個漲勢 對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成交量 哇 最低點爆最大量 什麼意思 這個是 吃貨還進貨 一般來講 像這種 出大量 然後被漲過去 這個就是所謂的 逢低進貨 逢低進貨 我趁便宜的時候買 態度上是這樣 可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之後沒有再跌破 你看 低點越來越高 就是一個格局向上 對 就看起來就是在漲 對 好 那我們來看喔 那時候股價29.95 預估 我們剛剛看半年賺多少 3.29 我們就算它下半年好了 賺的沒有上半年多 加一加6塊 夠便宜了吧 便宜 所以保守預估囉 所以它本益比多少倍 4.99倍 OK 所以說你等於不到5 不到5倍啊 等於說我買這家公司 不到5年就回本 欸 要不要買 要啊 感覺上很便宜 OK 而且走勢又對 如果它正在跌 我還不敢叫你買 為什麼 因為一定後面有 難說難說 什麼故事 那我們現在故事是怎樣 我們預想的到 預想的到 就說 欸我們預想到它說 欸現在解封了 全世界 開始要買運動鞋 它有訂單 對 它訂單會來嘛 所以說 欸應該這個榮景 會持續一陣子 那趁現在 剛好準備要漲的時候 來跟你做介紹 來看一下 現在9月23日 今天 更便宜 真的欸 我說欸 本來有漲上去喔 今天 不是利空嗎 一堆對不對 升息啊有的沒的 所以又跌下來 欸盤跌了幾百點 你知道嗎 這一段期間跌了多少點 800點 嗯 OK OK 它終於回來一點點 所以說現在更便宜一點 29.05 可是本益比更少 4.84 哇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還沒漲 趕快跟你講 你就可以做參考 好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獲利了 對不對 就參考說欸 解封 有一個題材 嗯 那可以買什麼 真的是便宜 趕快來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買 嗯 好不好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一檔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好 感謝志偉老師 今天告訴我們 這麼好康的資訊 所以大家趕快 手刀買起來 對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內容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欸老師還沒講完 後面還有一些 喔 你說平等的部分 對這個平等要講一下嗎 其實這個平等 應該怎麼說呢 其實很多家都看到 喔 他們對於 就很多家券商 他們對於這個 保存這家公司 最便宜最便宜的 一個平等 就是預估的 預估的價格 35塊 嗯 現在30塊不到 怎麼算 都很便宜啊 我怎麼那麼講 好 35算很保守啊 好的都看到40幾 其實我是看到啊 應該要有 就是接近50塊吧 嗯 至少啦 應該要這樣 不過那是中長期喔 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感謝志偉老師今天用心 幫我們整理的資訊還有分享 那喜歡的話呢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想知道任何 跟股市相關的問題呢 也可以幫我們 在留言書告訴我們喔 那祝大家賺大錢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